HELLO 大家好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段影片的話 就知道我又買了新相機 其實都頗快 我訂完之後一個星期左右 他就打給我跟我說有得去拿 我昨天一收到電話之後 就立刻飛奔出去拿 就是他啦 DJI新出的Pocket Tree 其實我覺得自己都頗容易給一些廣告吸引 我看到他的影片這樣一翻螢幕就立刻開機 拍片我覺得很吸引 我就想立刻買 所以我去了門市摸了電話機 然後覺得好像跟想像中都差不多 然後我就下訂了 我買的就是他那個... 是不是叫Creator Combo 除了電話機外 他還有這個收納袋 可以輕輕跟大家開箱一下 究竟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容量也挺大的 他真的要與你連著電話機放在一起 一整袋帶出去 剛才就有這個外置的充電器 直接給你這樣拍在下面 這樣他就會充電話機 就像一個尿袋一樣 之後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支架 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給你拍在電話機下面 你要用了這個支架 你才可以連到腳架的東西 接著就到他這個MI2 又是新出的MI2 他跟設只有一支MI 如果你要兩支MI 你要自己額外再買多一個MI 之後還有這個防風波波 他的毛髮是超級順滑的 因為其實我現在的MI 也是DJI的MI 但是他的防風波波 已經被我用到黏了 還有這個小腳架 充電線 還有它跟著有一個廣廣鏡 但對我來說沒什麼用 所以我就沒有拆開它 這個銷售就跟我說 你加了這塊廣角鏡上去 它只是多10%的廣角度 所以我就沒有拆開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會買Pocket 3 其實我現在外出拍攝 主要是用這部 Sony ZV1 Mark II 它真的很輕巧很方便 但用久了之後 我就開始慢慢發現它有些問題 你如果是放在書包或者放在袋裡 其實這個開關鍵是很容易誤按的 你誤按了之後 它就會在這個袋裡突出鏡頭出來 有好幾次我都是因為不小心按到 這樣突出鏡頭出來 而開花了鏡頭一點 那我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我是用了一個很低能的方式解決 就是我不拍的時候 我放進袋裡的時候 我就會拆了一顆電子出來 它就不會誤按新的鏡頭出來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 加上我個人有十分容易給廣告吸引 所以一出了Pocket 3之後 我就衝了去買 它最吸引我的位置 就是它轉了這個可翻轉式螢幕 它二代的螢幕只有一半 我之前也用過 但是我覺得太小的螢幕 不是很精準 它有一個螢幕大了那麼多 而且它一翻轉 它就會開機拍攝 另外一樣東西它也很吸引到我 就是你打直 就可以拍到一些觀看 有一個位要留意 就是它打直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看到嗎 其實它是補了這兩邊 它就沒有打橫的時候那麼彎 還有Pocket 3現在關機的時候 它那個鏡頭終於會自己鎖住了 就是它不會再左轉右轉 因為二代的時候 就算你關機 它鏡頭都是這樣左轉右轉 那你就很難收回到這個Case裡面 好 那這個不專業的開箱就來到這裡了 我今天的目的就是想試用這部新的相機 出去拍一下Vlog 有一陣子我們就會去吃一間 想吃了很久的Lasi Lama 還有去吃甜品Tiramisu的 兩樣東西都是我想吃了整個星期的 OK 出發 OK 也挺歪的 我現在就這樣看畫質也OK 待會出去天氣很大 太陽 不知道會怎麼樣 我們想去那間Lasi Lama 是在加東湯前那邊 如果由我們家過去 就要轉兩三乘車 所以我們決定叫車了 但還沒找到車 剛才17.1點叫不到 然後變了19.1點叫到 我們可以落頂去了 坐車了 我們 沒有人排隊的 沒有賣光 對面那間就是了 Dixon Lasi Lama 超級快就有得吃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也算不錯 不用排隊了 然後有勁快就有得吃 我最喜歡它的三巴醬是分開鼻子 因為通常這間Lasi Lama 三巴醬放在一起 我就會辣到連飯都吃不到 那它這間Lasi Lama 其實是一間專門做惡賣的店 因為店裡面 都有這些少量的站位 可以站在這裡吃 幸好我們現在就沒有人在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這裡吃了 我們買完之後馬上很多人 我不客氣了 啊 好辣 我們兩個都不是很好吃的辣 雞炸得不錯 先點一下三巴醬 嘩 好辣 它的雞炸得很好 而且它的飯很香 椰漿味 你猜那個有煎蛋 我猜那個是煎蛋 它這個 Ice Green Tea 沒什麼味道 連甜味都沒有 不過OK的 適合我 它的乾魚超脆 很喜歡吃薯條 我生活中的Lasi Lama 排合過 看來越來越擠不擠位 如果大家有追蹤我IG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有多喜歡吃Lasi Lama 基本上那天我是沒有奶飯的話 我叫來買也是叫Lasi Lama 我的志願是吃全新加坡的Lasi Lama 當然日飛會也想去買 試試試看 這個雞真的炸得很好 它的外皮是超級鬆脆的 但裡面是一點都不同的乾柴 而且是很汁 還有它這個青瓜 是好吃的青瓜 你有沒有一點點被我影響了 現在都很喜歡吃Lasi Lama 我本樓都喜歡吃的 我很喜歡吃那些香香辣辣的東西 香港吃那間土司工房都有 但是香港那間土司工房 一定不會在這裡吃那麼好吃 但是那時候吃我也覺得挺不錯的 我反而是來到新加坡才喜歡吃Lasi Lama 因為我在香港唯一一次認識過Lasi Lama 但是去過那間什麼? Soma 直接中了我人生中的大福 但是我來到新加坡之後 我發現原來是完全不同 原來是兩個東西來的 我跟香港 我的名字呢 究竟為什麼 When a car usually chop maybe small 原石 超好吃 超級飽 其實我那天還想去吃Tiramisu 但是現在吃完飯太飽了 所以就在這區逛逛 其實加坡如此 這區呢 都很值得大家來旅行的時候 你逛逛 這區呢 是保留了很多以前梁野特色的建築 都很適合大家來拍照 帶一下卡 還有很出名的3200加坡辣沙 都是在這區 大家看到這些很漂亮的房子呢 有部分呢 是還有人在裡面住的 來打卡也好 來逛逛也好 都盡量不要騷擾到屋裡面的人 突然之間多了很多人來打卡 那其實呢 這條... 什麼事啊你 這條街應該是最多人來打卡的街 其實整區都有很多不同類似的建築 但是這條街的建築 我想應該是... 它是不是有翻新的 有得超美的 那些色 我看到有一間咖啡店 是一個小洞 Hi 之後呢 就可以坐在露營那裡等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在這個解區拿著一杯這些飲料 我覺得自己變成文青了 立刻 我們進了一間好像嘉品店 那樣的東西 貼一下冷氣 它這些碗碟碟碟呢 全部都很輕 但真的很貴 50元一隻 我們把剛才買的茶 裝回自己的水瓶裡 因為我們現在要搭巴士啦 這個就容易拿了 我們現在下一站呢 就是要吃一條Tiramisu啦 這間Tiramisu呢 就在Fallup Park附近的 那也是很近Nitle India啦 因為好像下個星期定在 下個星期就是Deep Valley啦 那所以Nitle India這邊呢 都會有些活動的 看到他們已經開始 封了一部分的路 裝飾啊都已經放了出來 差不多到了我們 這是我超思慕的Tiramisu啦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有酒精 一個是沒有酒精 那我們就叫它沒有酒精 它的餅已經浸淋了 好香啊 我喜歡吃那種味 我喜歡它的餅乾浸淋 然後一進口呢 它好像在吃蛋糕那樣的感覺 我前面呢 就有些朱古力脆脆粒粒 馬上有些不同的口感 這杯是Chocolate Strawberry Latte 我沒喝過這個組合 嘩 這麼快就回到你家了 我今天去吃那兩間 第一間是Ciramisu 第二間是Tiramisu 都是沒有服的 完全沒有服 我覺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試一下 我今天出去全程都要用DJI的PocketG拍片 對我來說 操控上是真的容易過Sony那部很多 一來它比較廣闊 二來最重要是它有Gimbo 因為Sony那部的防震 真的很一般 大家看我的影片 應該都看到我 畫面都會有防震的聲音 但是DJI的Gimbo 就解決了90%這個手震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因為它的體積和樣子的關係 感覺上你拿出去拍攝 都會低鍵一點 少人看你 而且它這個麥克風的連接速度 也是十分快 只要你一開它 它就會自動連接到這部機 連接了之後 它就會有個POP UP提供 說我現在已經連接了咪 已經在用咪收音 咪還有多少電 真的要雞蛋 或者挑骨頭 只有一支咪 就不太方便了 而且如果你想用腳架的話 要不就要插著這部外置電 要不就是它有 還有另一部的延伸 插上去之後 整支東西就會高一點 插上手 手感也會好一點 好 今天這部影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追蹤我 訂閱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